畫這個地方裡面的這個缺角 那這個缺角要注意就是說 它這邊有一個標45 那45實際上就是 那這個地方如果我要畫出這一條線怎麼畫呢 實際上這邊到這邊實際上 這個角度就是多少 因為各半嘛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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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這邊30 30 30 有沒有發現 如果以這個這個是90度的 1 2 3 它是等分的 所以是30 30 30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畫這個缺角的話 只要畫一條輔助線30 這邊一條輔助線30 就可以切出這一個這個邊的對不對 然後就可以畫出其他的 這部分的話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主要是30這個地方 那我建議你們 其實大家有可以用那個建構線 不過我覺得我比較喜歡用那個極坐標 因為我之前教你們這個方式有沒有 極坐標你可以按右鍵設定 這個增加一個5就好了 因為只要5度它就會顯示出來 那就直接你就看到30度點下去就對了 好我們來做一次 這個地方在極坐標的這上面按右鍵 記得是按下去的狀態 然後呢 按設定 這邊就有增量角度 記得把它輸入5就好了 就是5度啦 5度就會顯示一個就對了 按一個確定就好了 那我們就畫一個線 接下來點這個 這個中心點把它點下去 中心點畫線 然後呢 角度這個時候有沒有發現 30度就會出現有沒有 就把它點下去就好了 這樣就有30度的線 然後按一個空白鍵 接下來我這邊這一條線要怎麼畫呢 一樣點線 點一下就會出現角度 應該是多少呢 360減掉30嘛 就是330 點下去就對了 好了以後的話 按空白鍵就結束掉 那我們就可以畫出 我們要的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的話是 因為是第一個 中間會有一條 所以是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把多餘的線段刪掉 所以這邊的話呢就用修剪 那修剪就按Enter之後的話 把不需要的部分呢 把它往裡面刪 當然你可以 如果不懂得快一點的方法的話 就直接用這種方式 雖然burn但是一定不會做錯 把它刪 最後一個是獨立線段就用 delete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以後的話呢 然後還有需要刪掉的部分 這地方再修剪 哪裡呢 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樣就好了 那接下來就用 環形正列就可以完成了 1234嘛 四個之後的話 我們用環形正列 正列然後環形正列 這邊選擇 選物件 那選物件的時候 特別注意要 要用什麼呢 用這個 這個窗選 沒有虛線的 沒有虛線 就是這樣的方式 選起來 這個時候只會選到 有沒有虛線 就是那個部分 你不要選到圓 否則的話呢 它會變成說 環形正列的時候 其他也會跟著環形正列 好了以後的話 按Enter 這個物件就 中心點的話選它 然後不滿角度呢 四個 按預覽一下 這樣就沒有問題 按接受 然後把多餘的線段 按修剪 Enter 就可以把它修掉 修掉 這樣就完成 有沒有 裡面的部分 再來的話 我們還剩一下 外面的部分就完工了 其實看起來很難 實際上 你只要按步就班 大概就這樣畫出來 這個是一個類似機械圖 那再來就是外面的部分 外面部分的話 我們外面部分 就是再來是 這邊有沒有 那它給我們角度 所以 這邊需要一個角度 一條線 那其實一條線 我剛剛用5度的主要原因是 你只要45度 過去就會出現45度 畫一條輔助線 就會有一個焦點 用這個焦點做一個圓 那另外一個圓 這個是10嘛 直徑10 那第二個圓是半徑15 所以畫兩個圓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這個地方來看一下 畫一個輔助線 輔助線呢 我們用線 那也是用極坐標 直接在這個中心點一下 45度出現有沒有 就點下去就好了 所以極坐標其實很好用 幾乎我覺得可以 稍微可以取代那個 滿多地方建構線的地方 好了以後的話 就在這邊 按空白鍵結束掉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在這邊畫圓 圓點下去有沒有 這邊應該是D enter 它是直徑多少 10有沒有 一個小圓 再來按空白鍵重複 再一次 中心點往外 這個是多少 15 半徑15 這樣就好了 好了 輔助線呢 就多了嘛 對不對 把它刪掉就可以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這個地方 需要打一個圓角 有沒有 角度的話呢 這個角度 角度是55 所以這邊你就碰它 跟碰這個圓 就可以打一個圓角 所以我們直接用圓角 這個圓角的功能在哪裡 在底下這邊有沒有 圓角 好圓角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他要問你說 第一個物件在這裡 就是外面算過來 第二個圓 然後呢 第二個圓的話呢 就是這個 第二個 就是這一個 再一次 這個圓角 不過這邊到這邊 這個圓 這個地方可能要刪掉 這個 外面這個圓 因為多出來 這個外面的圓 已經沒有作用了 所以外面的圓 可以 最外面那個圓 可以把它刪掉 然後再打一個圓角 圓角 第一個 第二個在這裡 然後按什麼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再一次 圓角 第一個動作先輸入R Enter 半徑多少呢 55 55 Enter 再來的話 第一個物件 第二個物件在哪裡 在這裡 這樣的話就有圓角 有沒有 所以先輸入半徑 半徑 再來最後一個是什麼呢 還有一個 外面這邊有一個 這邊的這個布 這個 所以他是切 切半徑就好了 半徑多少呢 半徑他有給我們有沒有 120有沒有 這邊120 切切半就可以 所以呢 我們用切切半就可以完成 繪圖 圓 切切半 切 切半徑多少 120 那你會發現 怎麼切這樣不對有沒有 主要是我們要切 切到這邊來才對 不能切上面 所以再來一次 Ctrl加力 就還原 再一次 圓 切切半 切這邊 再切這邊 下面一點 切切切 半徑120 這樣就可以 不然你切在上面 他變另外一邊去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不需要的線段刪除了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就修剪 Enter 直接把這個部分修剪掉就好了 然後多餘的線段 這個多餘的線段刪 刪掉 刪掉之後的話呢 最後就 先不要刪好了 這個 先把這個地方先做環形陣列 因為他這個地方需要做環形陣列 所以我們這地方的話就做這個環形陣列再一次 選取物件的話呢 選 這一邊 應該是包括這一邊 這邊 這邊都要 還有包括這個 所以你可以用那個框選上面有沒有 碰到就算 碰到就算的話 那多的話你不要多選 然後在這個地方按Enter 物件就選取了 然後再來就是中心點選一下 中心點在這裡 然後再來不滿角度幾個 三個嘛 按預覽一下 好那這樣的話按接受 那最後就把多餘的線段把它刪除掉 Enter 比如說多餘的線段包括就是 這一邊的線段 一條線 裡面的也 這個也是多的 多餘的線段 那就把它刪掉之後的話 就完成這一題了 這樣子 這個也多的 多的 多的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圖就大功告成 所以你就按部就班 1 2 3 就完成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